今天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 12月31号新年前夕 也是悠长周末 相信这个时候呢 很多骑士们呢 会趁这个时候就出去抹旅啦 那么昨天呢 我们从吉隆坡出发 来到了怡保 今天会和了两位从金宝来的女妻 阿婷和婷婷 今天我们想要去 那个瓜郎刚萨的Victoria Bridge 看一看 所以两位女妻呢 今天会带我们去那里啦 他们也介绍了一位来自怡保的骑士 名叫Michael 今天她是我们的领队啦 天气很晴朗 我们今天的行程呢 非常的轻松自在 不急不敢 可以慢慢的享受整个旅程 在出发之前呢 我们其实在怡保市区呢 吃了一顿比较迟的早餐 在阿杰Cafe吃的 他们的东西蛮道地的 很不错 现在已经离开怡保市区了 往Sungai Siput的方向去 Sungai Siput呢 直接翻译就是 蜗牛盒的意思 在我左边的这个建筑物呢 应该就是开采石矿的工厂啦 你看它特别的设计 还有这两条运输馆 应该是运送那个石矿用的 在右手边呢 还有这座山 看起来还蛮光秃秃的 我在想应该是被开采成这样的吧 这些应该是石灰石吧 诶 婷婷在叫我哦 诶 其实不是哦 是阿婷在叫我 好好好 等一下我先过来 yes 什么事 阿婷说前面的灰尘很大 所以呢 等下我直接骑过去 就不要停了 也要确定我的遮阳板呢 已经放下来 刚开始的一段路呢 有很多的红绿灯 大概有十个吧 好嘞 这个穿绿色衣服的就是迈克拉 终于骑出市去了 可以开始看到一些大自然的景象了 看看这个宽大的马路和弯道 蓝天 白云 还有远方的高山 蛮喜欢这条路的 昨天呢 我们就已经抵达了以保 然后晚上呢 两位女期和朋友们 带我们到当地一个很出名的小贩中心吃晚餐 那个小贩中心有非常多的选择 东西又很好吃 哇 非常喜欢 下一次呢 一定会再回去 就在晚餐的时候呢 两位女期就决定了 今天要和我们一起去 Victoria Bridge 今天的骑行呢 来回总共93公里 不会很远 那么主要是从仪保市中心呢 用一号公路 一直往苏奈西普 江沙的方向去 我会在下面的 description 列出今天大概的行程 这趟年底的魔旅呢 其实也是临时的决定 我们并没有非常详细的计划 只是大概知道说会到仪保霹雳去待几天 那么要去参观Victoria Bridge的这个决定呢 也非常的临时 也是我们到了仪保之后才决定的 我的Google Map里呢 其实有标注了很多想要去的地方 这些都是这几年来网上收集资料的结果 那么一步一脚印呢 会逐渐的去实现它 以我们惯用的魔旅方式 顺其自然 Go with the flow 这里转右进去小路 来到了一个小镇 这些房子看起来蛮旧的 应该有50年以上了吧 再转左 感觉好像要到了 要到了吗 哦 到了 到了 哇 Victoria 哎 桥就在那边 哇 酷 embed冬 我们这种宿重截 arrib到配奖 dropped дорог 碰钮再往 的 本购之中 但是 肮海的出口 仍有潮在 这里是个人 达到碰的 navig少了 离到碰 不会向 Edin� 在碰 素养 然后他们现在要 inmatter 的 comics 我的地方非常要 这是 這裡是Aten 跟她的Spotster883 很棒 製作的地方 wanting to find the other one 我想 onto go and the one holding handphone taking photo is ding-tang she can hear me uh yes OK 让我们走到 Victoria Bridge 哇 这一座大街 Look at the branches And the river we're doing some renovation I believe Waah this is cool man very nice Victoria bridge 1897 December this money hmm 嗯,非常好 这是什么? 40 feet height 1000 feet long 之前一直都想要来看看这一座桥 这一次终于亲眼看见了 其实相当的震撼 这一座桥呢 其实让我想起了在泰国 Kentana Buri的死亡铁路 但是我衷心的希望 在建造这条桥的时候呢 并没有像死亡铁路那样 付出了惨痛的历史代价 看完了Victoria Bridge 在离开孙爱西铺之前 Michael带我们到一家 他非常喜欢的餐厅吃午餐 这家餐厅呢 非常出名的就是他们自家制造的 鱼面条 还有蒸鱼 嗯 可以 嗯 魚條,對嗎? 魚面 魚面 他們稱呼它魚 那是三塊 哇,這次是三塊 那你覺得是三塊 一碗,多少錢? 15魚 和2美女 我要了,怎麼你笑得很大 一碗 一碗,三碟 带一个 OK 今天的骑行很愉快 谢谢阿婷 婷婷和Michael的盛情款待 那么下一站呢 我们将会去哪里摩旅呢 就请Subscribe 按铃铛 Like和Share我们的Video 敬请期待咯 西西在此祝大家 新年快乐